被誉为起司克星海上救星的德星舰 持存在海上37年以气风发 但昨天上午正式出役 德星舰是属于第一代的老子舰 今天它走入历史 可是我们新一代3000吨级的巡航艇 加入战旨 这是一个承先启后 传统跟创新的一个关键时代 德星舰身长68公尺 宽7.84公尺 重达591.45吨 由日本制作完成后 在民国66年底交付给海关税务司署 展开气司任务 直到民国89年一波海巡署 继续执行各项海上任务 德星舰37年来功勋无数 包括101年8月曾查获全国史上最大 市价高达24亿的毒品走私案 出动舰在远距离 这个距离高从214海里的地方 就把它弃活了 用白漆涂掉德星舰字样 但对许多人来说 德星舰永存记忆里 德星谢谢你 再见 董新闻综合报道